期望當然就是他帶我的爸爸回英國 但最少跟大陸政府和香港政府說 這個人是要離開的 這個人是我們的民主要帶他回來 他現在都快77歲了 你想想一個77歲的人 自己一個人在赤柱監獄 23小時都見不到人 不要說他的身體 身體當然差了很多 但他的 mental health 對我爸爸來說 他的 religion本身是很重要的 但特別是如果你在監獄自己一個人 你所謂的身體的話 只是你和神而已 你只可以祈禱 不讓他領性看是一個 我不會說我身體當然很不開心 但我身體是一個很噁心的事 可能當我們到20th November 可能會有更多延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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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突然會推進到2025 然後會有更多延避 而且確實在那些 拖延避的態度 和暫時移動 是東西我們看到 例如在香港47 例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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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例子